中华民国六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供奉总统蒋公八制进入华旦 几国上下充分表现出 依仍有庆 照明赖志的欢欣鼓舞气氛之中 国内一家建筑宏伟 设备新颖 人才慧脆的中华电视台也同时诞生 表彰中华历史文化的历久迷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电视台是从民国五十九年八月一日开始筹备 筹备处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四段六十一号 筹备委员会由秦孝仪 李曼龟 蓝英鼎 王生 宋时选 钟义军 王和普 刘新云 肖正之等处备先生组成 而由王生将军任召集人 并兼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别聘请刘新云 肖正之两枚先生 分任筹备处主任及副主任 联征筹委员会诸位先生会商研究 定复国建国与文化服务为宗旨 随即展开全面筹备工作 并采定中华电视台中英文标志 决定对外简称华氏 英文是CPS 华氏选定的建台地址是 台北市光复南路一百号 占地约四千坪 它将在这块荒地上 建立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堡垒 以肩负起复国建国的文教工作 华氏本于文教服务 和努力于复兴中华文化的主旨 在建台设计的同时 即考虑设计 以所培育电视专业人才的 电视专科学校 所以在华氏大楼新进的同时 电视学校也一并施工 这两座大楼都是名设计师 沈祖海先生的精心结构 这个结构也是基于 传统文化的含义所成 华氏摄影大楼 和定时学校的新建工程 是由荣民工程处承包施工 从60年3月开工到同年9月底 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 即告全部竣工 在大楼施工其中 当然也曾遭遇到许多困难 但都随着工程的进度 而瓦解了 配合大楼工程的进度 各地转波站 发射台和微波站的工程 也都在同时进行 这是竹子山发射台的工地 刘主任经常来这里 视察工作进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初 所有的决策都出于筹备委员会议 筹备委员们本着建台的界定宗旨 并致力于保障这一新兴企业机构的组织健全和人员健全 所以决定采取公开招考的方式 其以达到用人为才的目的 华市第一次招考的是工程人员 报名处设在台北市体育协会 工程人员的市场设于台北市立工砖 这是事务组为服务市场的领场提示 务市应试人员能够专心一意作答 比试是采用大桌联考的办法 无论命题 印刷 密封等 都做到绝对秘密 绝对工整 工程人员的比试是于4月25号 一天内考试完毕 第二次招考的部门比较多 其中有导播 现场监督 助理导播 播音员 节目计划 节目行政 新闻记者 摄影记者 新闻助理 业务计划 会计 电影技术员等十多项 这次比试的市场是借用台北商专教室举行 仍然是在一天内考试完毕 电视是集于众人才智 集体表现的一项大众传播工具 它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 把所有人的聪明才智融于一炉 然后才能有优越的成绩表现 同样 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所向往的事业 华是一直本着用人为才的宗旨 广罗才俊 共同为文化服务而奋斗 为了学理与实验并重 在招考摄影记者和电影技术员的时候 把特业树科市场特别安排在北投中国电影制片厂 技术馆实地举行 首先测验各项机械操作的基本性能 及格后才有资格参加比试 同样的对于导播现场监督 助理导播和厂务人员的现场操作 以安排在教育电视台的副控室和摄影场内举行 进考人员得先通过现场作业 然后才能参加比试 紧接着便是播音员及演艺人员的征事 为了使投考者免于舟车劳顿和有太大的花费 事务组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外信式征事小组 分赴中南部和台东花莲等地 据实地考选 只能广泛地发掘人才 地上 征选录取的工程人员 曾分批派赴日本NEC国际电视公司 去实习训练 一样呈操作与维护的实际经验 表演艺术人员是会同国防部 一工总队办理考选 录取后特加一工总队开班训练 其中分戏剧、音乐、古道三个组 分别予以学术及临场的辅导训练 并定每个周末 轮流举行演、唱、舞蹈的实习演出 借以相互观摩、学习及研究 在短处的三个月集训中 他们演绎的进步和认真的学习 以显示出成功的希望 这时候各种节目也已经设计出了大样 逐项地向筹备委员会简报 提醒研讨策定 同时工程部和教学部也分别定期简报 检查工作进度 并邀请全省空中教学学校的负责人 集会研讨及协调各级教学的课程 业务部先请邀请了广告商家 举行联谊查会 有刘主任首先报告本台设立宗旨 以及节目内容 并强调本台为服务工商界 全天节目中都可插播彩色广告 并保证做到华市是工商界的宣传部 是广告界的服务部 华市的节目除了新闻和教学节目外 娱乐和服务节目也极为重视 为了能获知表演艺术家们的支持与合作 在开播之前 特别邀请到全国表演宁经 一起欢聚 为了求贯彻这一机构的主旨精神 在民国六十年八月九日到十四日 华市当局加北投复星纲 举办了一次围起益州的开播前业务讲席 会中除了研讨专案的特性 最重要的还达到了所有员工 精神一致 观念一致和做法一致的目的 也就是说集结起从四面八方 透过了慎重征选而来的数百员工 要大家共同奋勉 群策群立 齐心一致 来为复国建国的时代使命 尽其心力 在兴生交流的晚会上 彼此都献出了去尘 尽情的欢笑 犹如家人欢聚 共聚一堂 新兴之夜 是华市演艺人员训练班 一个多月来 其训成绩的展示 节目的精彩 与演出的认真 博得全场的贺彩与掌声 这次奖席会 除了研讨有关播音工作 及业务开展的重要议案外 另一重大成就 就是通过了华市公约 华市公约 是华市全体员工 为服务文化事业 共同奋斗 所预致兴首的新生 也是华市发展业务成功的保证 配合建筑工程的施工完成 各类机器移动机构 各类机器一高陆续到达 从北到南 从竹子山 电子湖 到火炎山 中辽等地的发射台 微波中级站等 也都在日语剂业里 敢供安装机器 机械之所以有性能 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本身的精密组合 另一方面还要有良好的保养环境 与使用技术 华市接受了先进及同业的经验指导 对于机械装饰的内部工程 及维护 获得极其珍贵的参考意见 筹备委员蓝英碧先生 在筹备处刘先云主任的陪同下 曾经辅中南部 视察各转播站 中地站和发射台 而这些辛劳和努力 无非都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望 与爱戴 希望在安装妥善后 能发挥最高的性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剧里开播还有72天的时候 华市特别订了一个72作业计划 全体的工作人员 也都进入了工作的紧急状态 这也正说明了电视播映 斑秒必争的特性 在某些成分上说 华市的全体员工 是做到了情能补着的鼓劯 在这一段事情中 最紧张忙碌的 莫过于节目的排练与制作 在剧里开播还有50天的时候 节目的排练也进入了摄影棚内 无论是导播、演员以及工程人员等 也都为之振奋无疑 部分新期节目与筹备就绪 特别租用光取舍场地及设备 正式录制备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9月21号 华市新夏的内部工程玩具 于是筹备出各部门 就从南京东路四段61号 和中华体育馆 分别嵌入新夏大楼办公 新夏工程部门的主控室 及各副控室设备也都安装完毕 各项机械都在交替事业与联系 只是经过了历史两个月 工程人员日与季业努力安装的结果 这是华市的转播车 内部有全部彩色播送的副控式全套设备及动力 全体筹备委员也经常立临大楼工地 巡视施工情形 对工程进度及机器安装极为关怀 国防部参谋总长赖上将 几种政治作战部主任罗尚蒋 曾先后立临大厦熊市 对华市的建筑及设备 备及嘉许 尤其对工程人员日业赶工 安装机器的辛劳 致表欣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厉害参观 刘主任在欢迎会上一再强调 华市设立的宗旨 深获在场委员们的支持 元号 李宗盛 华士节目的支援单位 国防部电视节目制作中心 邀请了所有军中节目制作人 表演艺术人员立临参观 刘主任并亲自主持参许 六十年双十国 近纪念日 华士开始试播 全国同胞的爱护及指导罕见 读雪片飞来 对华士正式开播 提供了最珍贵的意见 十月三十一日 华士在全国同胞瞩目下 正式开播了 很荣幸的请到了严副总统夫人 列领按钮 华士又是正式加入了电视播映的行列 打电视播映的声音 筹备出刘主任把进台的成果和华氏全体员工 效忠总统的赤诚 呈现给总统祝寿 保证贯彻总统复兴中方文化的一旨 华氏正式开播了 在一片欣喜祝贺身中 道贺的来宾有党官员勋 政府首长文化界及同业先进的 他们都是爱护华氏 关心华氏的长官良师和御友 今后华氏当秉承所有的关怀与指导 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以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